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11月新有前瞻 年尾了,各路神仙打了整整一年的假,到了年底也该谢谢了 11月顶配作品几乎没有了 但是在各自领域内,还是有不少称得上优秀的游戏等待着玩家 那我们也是延续传统,按照游戏类型划分,关注书作为参考 逐个给各位展开介绍,您可以选择您感兴趣的类型进行观看 但如果您对该游戏类型不感兴趣 也请不要对该类型留下无聊之类的留言 因为这对他人的喜好缺乏尊重,也会影响观看体验 那么废话至此,我们赶紧开始 碧蓝幻想vs崛起,Ark System近期唯一的代工活 游戏除收入了前作全部的28名角色外 还将添加4名新角色参战 还有新剧情,新的RPG故事线,新的大厅小游戏 新的提升后的画质,以及新的更容易组成连段的招式系统 各位老玩家可以当作是一个新赛季的大型DLC更新 在前作表现良好,但又需要重新调整对战节奏,用化细节 最重要的是重新宣发阿卫游戏注入活力的时候 这种升级的方式确实比重新做个二代游戏要来的划算 建议龙猪斗士罪也这样升级 但可不可以不要再收老玩家一份钱了啊 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 EA体育全家桶的一员 世界拉力锦标赛官方授权游戏 首次有著名的拉力赛游戏Dirt陈埃的制作组Codemasters制作 一发行,玩家可以驾驶2023赛季的WRC WRC2和Junior WRC总共80多辆赛车参赛 在全世界17个站点体验200多个赛段 同很多技术升级后的赛车游戏一样 本作也将支持在同一赛段春夏秋冬不同天候环境下比赛 相信老牌制作组合全新的技术带来的视觉升级 会给喜欢拉力赛竞速的玩家前所未有的体验 足球经理2024 世家发行的体育模拟游戏 游戏允许玩家管理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 包括球员转会战术制定 甚至与媒体进行互斗 本作全新的存档功能支持导入前作现有的职业生涯存档 帮助玩家完美延续之前的传奇 又是一款有点像DLC的年货续作 前几作本体的评价都在90%左右特别好评 但DLC却都褒贬不一甚至多半差评 是不是因为授权合同一年一千的缘故 才使得这些年货不得不一年一发呢 请董哥弹幕解答 帝国时代4DLC 苏丹的崛起 在扩展包中 玩家将体验发生在中东的全新战役 玩家可以扮演穆斯林 拿起武器抵抗欧洲十字军 玛雅虚拟招惊现实了有没有 虽然对手不一样 但是没办法 犹太人的那点文明 连土地都没有 就和他如父如子的美国一样 根本没资格出现在历史舞台中 另外DLC内还有两个文明分别日败战亭和小日子 小日子那种村籍战力也能被称之为帝国的马 地下城寺 地城守护者系列的精神续作 此次四代不但将会收入规模超过前作四倍大的迷宫地城 迷宫内配置的怪物种类将更为多样 玩家主控的达利亚所能使用的技能种类也将会更加丰富 且除了可以自定迷宫地城内各种房间与机关陷阱 还可以利用迷宫来培育自己的黑暗大军 入侵地表亲为人类展开蹂躏杀戮 让黑暗笼罩将正义再度踩在脚下 前作三代收到94%的准好评如潮 可见系列粉丝还是对其普遍认可的 此次时隔六年后的续作 希望能有更多新人玩家认识这款特立独行的反英雄游戏 要塞决定版经典城堡模拟RTS复刻版 建设城堡经济 围剿最无可输的恶棍 通过全新升级的是像 现代化的游戏玩法 多人游戏模式 以及全新战役 体验经典RTS魅力 没想到这20年前的游戏也能死灰复燃的一天 虽然这并不代表着即时战略 这个类型就真的回光反照啊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件好事 老玩家能够又一次梦回当年 当然是最大受益者 对于没有接触过系列的新玩家来说 多一份体验拓展游戏的认知 最重要的是温故而知心 这也有益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战锤系格马时代 《毁灭之境》 一款由独立游戏发行商Frontier亲自开发 以致命战锤宇宙为背景的即时战略游戏 游戏中除了有雷柱神兵与沼泽兽人 等四个势力可让玩家选择外 还将邀请战锤小说家Gavin So 为本作担任战役模式撰写剧情 相比中古和40K 西格马时代作为电子游戏登场的次数并不多见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系列成型相对年轻 影响范围也相对较小 如果有和我一样的门外汉小伙伴 对战锤系列的各个分支有兴趣 可以去听一下集合的战锤系列电台节目 其中也有提到西格马时代的一期 如果是战锤老炮了 那还等什么 本作支持跨平台对战 赶紧拉上你的老炮好友一起竞争对战 归途列车 游戏故事讲述一战结束 但战斗还在继续 玩家需要指挥一队士兵 在混乱的内战中逃出升天返回家乡 装甲列车就是你的指挥中心 你需要在这里部署士兵安排他们的职责 制造物品 救治伤员 提升士气 一切都是为了应对归家路上数之不尽的艰难险阻 这款注重小规模突击战 主打策略生存的RTS 作为本月第五款关注数过万的即时战略 由THQ发行 游戏有着高规格真人演绎的过场动画 配合游戏中枪林弹与炮火横飞的实际画面 可以让玩家深刻体会到战争所带来的残酷破坏力 与现世兵命不由己的无力感 喜好严肃题材战争游戏的玩家不可错过 塔罗斯的法则二 第一人称解谜游戏 在这个世界里生物学上的人类已经灭绝 机器人延续着人类的文明 玩家需要面对宇宙的本质与文明的意义等诸多问题 是信任理智还是完全放弃人性 是重导人类的覆辙 还是破灭承诺迈向新生 一切的演变都取决于玩家的选择和你所支持的理念 本作是由英雄萨姆系列的制作组 第一次使用虚幻无引擎制作的作品 虽然不再是激烈火爆的FPS 但是其天马行空的创意 仍然集中在这款画面精美充满一世界科技神秘感的游戏当中 喜欢冒险解谜的玩家 接下去是属于你们的时间 动物迷城 这是一款关于越狱的游戏 犯罪阴谋陷害交织其中 当然也少不了分杂的人情事故 在精美的像素画面下 玩家将扮演动物囚犯 在严酷的监狱中生存 探索成长以及逃脱 你即将拯救的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深厚的整座城市 游戏除了拖出紧密的内容 也是一款杀核成长式游戏 锻炼各项能力 制作道具巧识如簧 电脑黑客 都是你可掌握的技能 监狱中的狱友们也是各个谷歌惊奇 无法从面向上判断其善恶 他们可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也可能是被刺你的奸诈小人 留个心眼 收集他们的情报吧 喜欢逃脱者系列的玩家 还有福瑞空们 可以看看这款作品 无敌号 由波兰开发团队开发的 第一人称科幻恐怖冒险游戏 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 着陆在瑞吉斯三号行星上的 太空科学家 从昏迷中苏醒的他 必须借助原则捧克美学风格的 神奇太空设备搜寻失踪的船员 同时这颗星球上有机和非有机生物 都想要置你于死地 游戏根据波兰 应科幻作家 未来学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 诸作改编 苍穹浩瀚的宇宙 有无数星球 并未准备好迎接人类 但人类文明拓展的脚步 仍然义无反顾的 踏上了这些星球 这又是一首赞扬 勇气与命运的太空歌剧 喜欢宇宙科幻题材玩家 下月必玩作品 机械战警 暴力都市 游戏中玩家将化身为著名的 半人半机械英雄警察 努力为犯罪猖獗的 就底特律带来正义 使用强大的 auto9手枪和其余20种武器 以及内心毫不动摇的正义 讨伐邪恶吧 对于80 90后的玩家来说 这个为数不多 曾引进过国内的 美式超级英雄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深刻的记忆 其厚重沉稳的步伐 不动如山的威严 无不给人一种 坚实可靠的正义感 所以这不是一款 高速狂飙嘎嘎万杀的 FPS游戏 除了用绝对火力 与超高防御压制敌人 警察的工作 还包括现场搜证 盘问犯人 以及日常巡逻 你代表了这城市的治安 众多市民的生死 取决于你的工作能力 准备好成为一名 匡富正义 坚定不移 站在人民一边的人民警察吧 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32023 11月的主角登场了 虽然我在开头说 11月几乎没有顶配作品了 是我的问题 我把这全世界最顶配的FPS 给忘记了 虽然是年货 但也确实卖得动 自从8月公布以来 Steam后台的预购销量 就没有跌出过前十 关键证还不是主战场 微软索尼布也为了它 争得头破血流嘛 那件事前不久 好像也缠隘落定了 恭喜微软全家童 又添一元 说回本作 除了延续前作重启后的 《现代战争2》故事主线 继续由普莱斯少校追杀马卡洛夫之外 此次2023版借助20周年之际 推出大量喜闻乐见的新旧地图 还有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僵尸模式 核心玩法是生存和逃破 同时鼓励玩家组队参战 整个僵尸世界是一个开放世界地图 玩家将经历非线性的剧情 和各种不同的解决 同时还有大量的彩蛋 再具图纸 人物解锁等内容 等待着玩家亲自到游戏中体验 总的来说 光担任战役就有不少玩家 在等待其剧情的延续 加上其余可玩度极高的模式 此次2023版可谓是比较良心的一作 但是良心是有价钱的 基础版446元 这还是最便宜的PC平台 全球游戏涨价真是实打实的感受到了 艾比尼泽与无形世界 以狄更斯经典作品 圣诞送歌为基础的银河恶魔城游戏 原作中的首财母主角 在游戏中将英雄身份登场 他可以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 无形幽灵世界 并引导鬼魂走向平静 游戏由小公司制作 并没有特别值得期待的部分 但因为个人喜好 所以下个月找了四款银河恶魔城游戏 推荐给同样喜好这个类型的玩家 我们接着往下看 幻日夜宇 战海耀光 是Lawlio系列第二部官方衍生作品 本作以夜宇的世界为舞台 探索型2D动作游戏 夜宇能够将地城内取得的素材道具加以组合 借此制作装备 并借用救出的同伴的力量 逐步拓展探索的范围 地城内的部分地点也会随机变换构造 玩家每次经过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游戏在Steam平台有银河恶魔城的标签 但大家是否还记得该制作组年初的作品 少女魔镜 那其实是一款洛克人士的横板动作游戏 没有RPG的数值升级要素 所以这款幻日夜宇虽然有着明确的探图要素 和道具收集要素 但又可能也仅限于此 游戏很可能还是以动作要素为主 喜欢银河恶魔城的玩家建议选择观望 如果是喜欢洛克人士动作游戏的玩家 倒也可以关注 Taiwei Taiwei 制作组CrisPirit 曾经发行了96%好评如潮的游戏 Rabi Ribi 那是一款结合了动作跳跃和弹幕设计要素的 横向卷轴动作游戏 此次新作融入了更多银河城要素 地图变得更为复杂立体 探索内容也更为丰富 300多种能力与装备散落在广大的奇幻亚兹大陆之上 在探索这片大陆的同时 你也将接触到不同的区域城镇种族历史与文明 邂逅各具特色的同伴们 最重要的是爽快动感又刺激的战斗依然贯穿始终 无论是银河城玩家 弹幕设计玩家 动作游戏玩家 还有土尔尼安爱好者 都可以受用的游戏 除了难度可能会有些偏高之外 简直就是神作 最后的信仰 在我的未来游戏展节目银河恶魔城片中 始终排在期待度非常靠前的位置 血缘式的维多利亚哥特封世界观 加上独神式的血腥鬼秘风格 游戏故事也确实发生在魔法与科学并存 古老宗教信仰被视为法律的世界 游戏强大的美术功底 很好的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制作组想要表达的内容 从目前的试玩反馈来看 该有的探索收集 多闪谈烦的内容都是有的 打击反馈偏软 也就是打击感略微有点不足 但尚在可以接受的地步 游戏难度可能会比较高 因为血瓶的数量非常稀少 并且不会再存档点刷新 这就有点脱离现代游戏的朴实标准了 是比较容易劝退玩家的点 不知正式游戏是否能够更改 总的来说 个人还是会愿意为了横板血缘这个点 去挑战这款游戏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本作的Demo 另外上一款彩威在新品节期间 也是试玩Demo的 喜欢迎合恶魔城的玩家 以上四款看中哪款 请各自做好标记 破碎之路 每个月都能推荐一款CRPG 真是太好了 飞土是此类游戏的标准配置 此次故事的舞台发生在澳洲大陆 弱肉强势的丛名法则 和人性光辉的闪耀时刻 同时发生在这片大陆之上 游戏中没有职业的设定 转而引入了一套道德轮盘的设定 玩家将在人道主义 公立主义 权谋主义 和虚无主义 等四种不同的人格特质 来决定不同的技能与特性 视觉效果上看 游戏有着吉勒迪斯科的影子 但又有着传统跑团式的五人小队组合 这也预示着游戏僵尸一款能打 也能聊的高自由度角色扮演游戏 有兴趣的玩家同样可以下载Demo试玩 为了吴王2 战略回合之Rogelike游戏 故事描述曾被受人民爱戴的 罗斯毛女王背叛了臣民的信赖 迫使他们在漆黑的法鲁矿场 做苦意的同时 与不祥的凶恶势力结盲 为了反抗女王科正 玩家将穿越法鲁王国 终结女王的邪恶暴政 游戏中除了有随机生成地图 确保玩家每一次的体验 都是不一样的冒险外 也会把系列玩家熟悉的 独特之头式行动 预敌和战斗机制再度收入强化 并增添更多随机性和变化 游戏除了可担任游玩外 更可集结四名玩家 共同展开冒险 前作在Steam收获了 88%特别好评的又一成绩 众多高赞评论君表示 共同游戏的朋友 才是这个游戏的最高配置 准备好和小伙伴一起 踏上冒险吧 破晓传说DLC 黎明星城 此篇章将讲述主线通关后的故事 可以体验两个世界合并后 新的故事和冒险 新角色 名叫那扎米的女孩 她同时拥有达娜和雷娜的血统 另外也是主线中 其中一位将领的女儿 官方表示 此DLC篇章的游戏时间 约为20小时 游戏内将有新的地下城 各种新任务 以及全新的服装 玩家不会完全继承 本片角色数据内容 但系统会依据本片的数据 给予金钱和技能点等奖励 时隔两年多的DLC 本体我并没有通关 所以DLC应该不会第一时间购买 但是肯定会加入愿望清单 八折还是会购入的 星之海洋 第二个故事二 星海系列和上面的传说系列 可以说是同富一亩 无序源不算浓厚 但多少有些关系的远房亲戚 本作为1998年发售的 该系列第二部作品的重制版 游戏采用了即时战斗动作系统 只需一个按钮 就能轻松发动必杀技 战斗特效和角色动作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打磨 整个战斗更加畅快热烈 另外本次还加入新系统破解 能使敌人无法行动并一口气压制敌人 破解敌方领队后效果会传播至周围的敌人 成为制胜良机 玩家掌握技巧后战斗将更加是半功倍 个人感觉SE又在做一些全新的尝试了 这一次的重制规格很高 基本就是重新做了款游戏 所以价格定然是低不了的 去年发行的星海正传 玩得我一头雾水 是我少数时玩后没有选择购入的作品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考虑 我还是会选择观望 如果您当年在PS上体验过这款游戏 那我相信无需推荐 你也一定会为情怀买单的 超级马里奥RPG 又是重制版游戏 这款要追溯的更久远了 SFC时期老任经典同名角色扮演游戏的重制版 原版1996年推出 时隔27年后重制 配合NS的硬体规格 以全3D绘图加以翻新重制而成 在冒险的过程中 除了有怪物敌人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关阻挡马里奥的去路 战斗方式是回合制指令战斗 但不单只是选择行动 攻击和防御途中加入的实时按键系统 也能使得玩家在攻防两端取得优势 仍然是个人看法 SFC的那个年代 家中条件有限 我并不能玩到正统的任天堂游戏 所以和前面的星海一样 情怀分在我这里是没有的 另外实时按键的玩法 经过那么多年也不能再称为创意所在了 不过这款我是会直接购入的 不会观望 就是想玩 想弥补当年的遗憾 还有新人老任创造的游戏体验 女神异文陆五战略版 经典的P5系列的又一款衍生游戏 采用战骑士SRPG玩法设计 在保留One More 总攻击 Persona召唤等 深受系列粉色好评的战斗系统精髓的基础上 强调同伴间协同作战与地形运用等新系统 实现令人畅快灵弥的战斗体验 原作中角色将再度登场 乖刀团将穿越直新的世界 与神秘少女革命家艾陆一起奋战寻找回家的道路 这是我在11月最为期待的RPG游戏 作为P5的粉丝和战旗游戏爱好者 简直没有比这更令人心动的组合了 但本作还是有个明显让人有点不爽的问题 登场小队限制人数为三人 怎么比原版RPG还要少一人啊 主创PUA中也并没有提到有便捷快速的换人系统 不知道限制三人登场的用意为何 也许和战术设置有关吧 具体的情况还得在游戏中摸索感受 不管怎么说P5T 仍然是我11月最期待的游戏 努努之歌 英雄联盟外传 又见英雄联盟外传 这次的主角是努努 相比破败王炸弹人和塞拉斯 我猜努努应该是更不忍耳熟能详的英雄吧 游戏是动作冒险游戏 玩家可以借由努努与驾驶员威朗普的双人合作来进行冒险 对抗这片严苛的大自然 以及排排其中的凶暴雪狼等各种怪物 游戏中还会有大量弗雷尔卓德的英雄登场 布隆奥恩利桑卓 都将在剧情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值S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但好像和制款游戏找不到什么关系 不提了 希望拳头的格斗游戏能够做得好玩一点 我是一个格斗游戏爱好者 对那款游戏还是有所期待的 火影忍者终极风暴羁绊 系列的最新作品 玩家除了能透过本作一口气 重新回味名人与佐柱一路走来的人道 游戏还收录了130名以上登场忍者 加入大同木阿修罗与大同木因陀罗等新参战忍者 游戏将支持离线游玩一到两人 与连线游玩两到八人 粉丝向的游戏很难评 就像我不喜欢无双游戏 但我也买齐了所有的海贼无双一样 我不是火影的粉丝 从一个路人角度评价 人物够多够全 演出还原度够高 能够记起粉丝热血回忆的 就是一款成功的粉丝向游戏 这款终极风暴羁绊就很成功的做到了以上这点 是合格的粉丝游戏 人中之龙七外传 无名之龙 以系列男一号同胜一马为主角 脑术期待六代开始到八代为止的这段时间 所发生事情的外传作品 游戏中同胜为了守护家人而假死 并舍弃自己的名字改称敬龙 然而却有某人始终不肯放弃 不断追寻他 因此在舱面窟 横滨等舞台展开了与这名神秘人物之间激烈的战斗 我在某次直播的时候 和一位水友开玩笑说 如龙七外传如果不是回合制 我直接就是一个吃 现在好了 真要吃了 我个人肯定是更喜欢回合制一点的 所以明年一月登场的正传八代才是我的正才 当然我也很支持制作组将原主角和新主角分开成为两个系列 两头都不得罪 这样当然甚好 另外本作的发售时机把握的也不错 11月这么个寡蛋的月份 童生一马也能被叫生一哥了 完 必须玩 如龙哪有不玩的道理 以上便是11月所有的推荐游戏了 总共是28款 在月中的周报里和大家打了要割的招呼 最近工作端有点忙 来不及准时更新了 想想反正也要延期 债多补筹 有空就整理整理资料 不敢攻的情况下 也无所谓视频时长了 洋洋洒洒的胡说八道拼头论足 感觉还挺爽的来 另外比较麻烦的是这个看板娘了 是我用六个账号每天一分钟的产出量拼接出来的 最麻烦就是他了 大家不喜欢也没办法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看看这期的播放量吧 要是还行的话 下个月我终取回到来得最早给的最多模式 五号就能忙完了 我从五号就开始弄十二月的心有前瞻 慢慢弄 不急 只要大家爱看 那么我们就下个月见了 拜拜